大家好 我是亚利克斯伊扎特 为您带来例行的焦点目标播报 今天我们将对美元以色列谢克尔汇率进行预测 因为我连线的是246 Top Capital公司的安亚科恩 由于加沙地带的冲突 谢克尔汇率过去一个月里显著下跌 以色列央行行长雅各布弗伦科尔决定 降低银行基准利率到最低的0.25% 阿亚 您对未来一个月该货币对汇率变动有何预测 未来一个月里 我预测美元对谢克尔汇率将会达到3.60 汇率还会持续上行 移动到3.65上下范围200个点左右 未来三个月汇率是否可能会继续上涨 我认为中期来看 我们将会看到美元对谢克尔汇率进一步上涨到3.75水平 您对未来12个月走势有何预测 根据我的预测 未来12个月该货币对汇率将会达到3.90 之后还会继续上行达到4左右 根据您的预测 我们会看到该货币对汇率持续上涨 这背后有何因素 在过去的两年里 谢克尔汇率有所强化 原因在于实体经济的支持 但目前该货币对下跌的原因 是由于以色列经济的弱化 贸易赤子加大 所以现在投资者和投机分子都在担忧情况会恶化 现在我们看到 外国投资者在买入美元 更确切地说 他们在关闭活力仓位 也正因此 美元对谢克尔汇率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上涨 我认为不仅是美元对谢克尔的汇率 其对其他货币的汇率也将发生变化 可以这么说 我们会看到 美元在全球范围内都会升值 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更多市场和经济相关的新闻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